主席,当然吸烟危害健康我们都知道 我也认同加烟税会减低市民购买香烟和吸烟的意欲 但是如果施烟氾滥,尤其是白牌烟氾滥的话 也会阻碍我们控烟的工作 吴杰倉议员的主体问题主要是针对白牌烟 我们知道白牌烟主要是现在有漏洞 就是烟入口不是每个批次都有数字给它 所以它拿着一张批纹,其实卖很多丝烟都可以 很难执法 针对这个问题其实看不到政府有处理的方法 因为其实很久之前,应该去年,我们已经有提出过这个问题 经过这段时间也看不到政府有特别的处理方法 我想问政府有没有考虑进一步去利用科技去处理这个白牌烟的问题 局长 麻烦主席,也都麻烦郭议员的 没错的,其实我们也在这个活力健康无烟香港的控烟策略公众资讯里面 也都留意到这一点 也都讨论过有没有一些完善的方法 特别是利用一些科技,会不会可以减低私烟或者一些未完善的白牌烟 我们也都慎重考虑 究竟是否在每一包或者每一件的香烟里面 可以已经完善的烟草产品上 加上香港海关指定一些完善的标签 所以当海关执法的时候一看到这些标签就知道已经完善了 现时我们也都在研究实施的可行性是怎样 希望可以尽快都可以向大家交代 而至于有关咨询报告的详情 我们现在考虑推行的优势性 未来年中我们也都会去医务卫生的事务委员会匯报进展 当中也都会包括这一行的 多谢主席